OK 接下來是東南亞的料理 先問一下來賓 比較想要吃哪一組 首先就有什麼想 我比較想吃泰國的 那就從 就讓阿松哥當壞人 就我們來吃 我們就來吃泰國看看 OK 我們先從泰國 但是到目前為止其實後宮的 對 比較有優勢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以風水來講 OK 好 來 小五 請來介紹一下 首先你們應該有一鏡棚 我們就聞到一個很香的味道吧 有 就是泰國味 對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這一家叫做大廚舅泰國料理 這家餐廳主打的是 泰國東北部的餐廳料理 對 他們主打的是東北 所以味道會比較香濃一點 對 我有帶影片介紹給大家看 來 請看 小哈 大家好 我今天要帶大家來到 宮廣水岸廣廣場 我發現這間有一間非常的道地 非常的好吃的泰國料理 叫做大廚舅泰式料理 大家想知道了嗎 我們趕快進去看吧 哇 老闆已經幫我們準備好了 伊傘火鍋 這邊有很多配料 配菜 還有媽媽 就是泡麵 對 就是看你想吃什麼 就把它沾進去吃 然後裡面呢 就有很多香料 非常的香 那我們先 把這個豬肉 跟蛋混在一起 一定要嚼 你應該很 很少會看到這個蛋夾在豬肉裡面吧 對啊 這泰國呢 很常見 會讓那個豬肉非常的嫩 我們可以一起加蝦 其實你們去泰國店的時候啊 你們會常點的是 冬羊酸辣湯嘛 但是其實我們泰國人呢 也是有一個更好吃的 就是這個伊傘 比較當地 然後比較獨特的一個湯頭 哇 我們的火鍋好了 可以準備吃了 它的湯頭真的好吃 而且呢 它跟酸辣湯的不一樣 就是它比較 甘甜 然後有帶酸味跟辣味 一點辣味 我們來找一下肉 剛剛我們那個 攪拌好的那個肉跟蛋 這間店開在公館和梯旁 環境整體非常清幽 而且老闆是正宗泰國人 今天他還有幫我準備了 最具有家鄉特色的青木瓜皮蛋 我相信這間絕對是能做出 最符合家鄉泰國的味道 青木瓜皮蛋很特別 這間店的皮蛋 青木瓜皮蛋 怎麼樣 菲娥娜自己都被吸引過來 心動了吧 沒看過 這個是為什麼 是有青木瓜的味道在裡面 青木瓜是在這裡吧 對 青木瓜 還有就是很多料理攪拌裡面 然後把那個皮蛋放進去 有一些人會不敢吃皮蛋嗎 可是它的汁法是要 要和在一起 要和在一起 混合 因為味道才就是 像皮蛋這種皮蛋 原來是這樣 拌在一起啦 我個人就不喜歡吃皮蛋 但是這個可以 你皮蛋還是沒打開 有啦 就這樣子 要自己夾 你怎麼好像在跟助理講話一樣 你可不可以 就自己夾好了好不好 小姐 瞬間有一點在休息室的畫面 對啊 你那個有沒有幫我戴 基本 對啊 可以接受嗎 可以 老師 就吃不到那種皮蛋那種味道 對 很清爽 它跟青木瓜 一點點 它跟一點 對 這個 青木瓜跟皮蛋可以這樣 可以 可以 我以為 我以為皮蛋會把那個青木瓜味道 蓋掉 但其實沒有 我覺得它有點那種 泰式的正宗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中式的味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它的那個 辣味是不會太特別辣的 所以我覺得它會 會讓你吃起來很開胃 然後它的那個木瓜也很脆 就酸酸香香 應該是說一般人怕吃皮蛋 都是它有一個那個騷味 所以大家不太喜歡吃 可是青木瓜的那個酸脆度 然後再加上 真的是道地的泰國 那魚露的味道 它就可以解掉那個 我們不喜歡皮蛋的味道 可是它有點像是奶油 扒在那個青木瓜上面 所以它的口感又多了一個層次 它變得有點像是剛剛那個 正太拿出來那個雞乾 對 對 沒錯 扒在上面 它皮蛋變醬 然後附在那個青木瓜上面 不過我今天主打不是青木瓜 不是喔 不是嗎 主打的就是這個伊山火鍋 非常的道地伊山火鍋 你看 哇 哇 好帥 裡面滿滿的一個料理 好香喔 好 那就自己來 還是妳要叫妳助理來講 我不是那種人 好…對不起… 我先說這兩個醬不一樣 兩個都是辣 小朋友如果想吃也可以吃 但是如果大人休 再大辣一點的話 就可以加這個 好香喔 兩個都是辣 有一個撇酸 好棒耶 這個醬跟我在泰國吃的一樣 這個湯其貌不一樣 我們剛剛還想說 這很像去熱炒店拉 對啊 夾一點剩下來的 真的是小看它了 它的湯太好喝了 因為你看起來感覺 好像它味道很淡 但其實你喝的時候 你一開始先喝到那個香茅的香氣 香茅 然後接著就是那個肉汁的那種 就是香味提出來 最後還有一點點海鮮的甜味在裡面 海鮮甜味 湯是很有質質 很濃郁的 那個青木瓜 真的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青木瓜 我跟你講 他的那個酸跟辣 我只能這樣醒 就是你吃到這個感覺 你就知道這是正宗的 那個差異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真的聽到張學友唱歌 然後跟聽到揚聲打在唱 你去一些 假如不是那麼正宗的 你會吃起來就說 是有這個感覺沒錯 但你不知道哪裡怪怪的 是哪裡好像不夠正宗嗎 就差那麼一點 就差那麼一點點 但是你一聽到張學友你就完了 就你知道嗎 無體的無體融化了 所以生長的墊在小巨蛋外圍 他把他勾進去裡面 好棒 以後大家不用這樣坐飛機了 好厲害喔 直接到公館那邊就可以吃得到 真的好吃 怎麼辦 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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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有信心 你可能要再換一套衣服 跟衣服有關嗎 可能這樣才會贏 好不好 是結婚是不是 我們要過去囉 好 來 我介紹就是一口三味 一氣合成的福建蝦麵 這個料理我覺得 在很多馬來西亞的餐廳 你們很少見 因為你們都是勒紗什麼 一般都是這種 可是很少有這一道菜 所以我才推薦這個 它這個呢 是我們檳城的美食 對 它主要裡面就是 用蝦頭 蝦殼 豬肉跟雞肉 一起熬 煮成 要熬3到4個小時這樣子 對 那也是濃的 所以是搞綱也是功夫菜 沒錯 你們先要 第一口要先喝它的湯 先不要吃料 是不是 超濃的 怎麼樣 好感情喔 擺隻蝦子在我嘴巴裡面 它在油嗎 這太蝦了 這是蝦的游泳池 這太蝦了 這麼誇張 來… 怎麼會那麼蝦 超蝦 滿滿的蝦 是不是 通常我要去 蝦子之後那個湯頭才有這個甜 而且沒錯 蝦子之後才可以 你要先吃它的湯 為什麼我會說會一口三味 是因為你第一口 你就會先喝到的辣 然後過後就是蝦子的甜味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喝到蝦子的甜味 然後這過後就是 它後面就是有蒜頭的味道 然後就是有一點帶鹹的 所以就一口就可以了 哇 是不是 哇 太蝦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有沒有 蝦到爆 我第一口就覺得 我自己以前一定要推動 你們現在就是在罵誰是不是 不誇張 這個太鮮了 對 而且它辣 鮮甜的蝦味濃 這已經變蝦精了 很厲害 這已經變低蝦精有沒有 人家賣低雞精 你們是低蝦精 又甜又乾 對 然後我覺得你們可以沾 老闆娘特製的辣醬 然後老闆娘是馬來西亞人 非常的道地 要加辣醬 要加辣醬 因為它這個 一開始你吃它的蝦子的甜味 然後後面你想要味道再升級的話 靠這個 老闆娘的特製醬 妳就變成一面兩吃 辣醬好辣 但妳不要加那麼多 加一點點醬 我覺得它把它攪散均勻的時候 那個醬味會更舒服 對不對 很爽 我們家那個麵有入味 整個都是蝦的味道 這跟蝦麵有沒有 蝦麵 蝦麵真的是真的蝦麵 這個真的是太好吃了 很讚 怎麼辦 我想要把這碗帶回家 你帶什麼 對 殘酷的時間又到了 蛤 要幹嘛 要來表決了 要來表決了 好痛苦 好痛苦喔 大家要投票囉 我們先投 我們先投 來 好 請三位再繼續投票 兩位請 眼睛繼續閉著 太難 太難 哇 這真的好難喔 太搖手 太搖手 欸 確定喔 請張開眼睛 請看 兩位 評審 哇 好 太厲害了 我們這個經費其實是足夠的 來 持龍 兩位 持龍 都有 太好了 把開朗那個省下來 音樂 就是沒有開朗了 就是沒有開朗 三個冠軍出爐 三個冠軍出爐 真的很開心 開朗的臉有走心 超棒的 開朗 啊 開朗是前冠軍 前冠軍 前冠軍 對啊 給後面的人一些機會嘛 對啊 我覺得以後我們要多辦這種的 是 因為會激起各國人的自尊心 沒錯 他就想辦法在台灣 把最美味的找過 那種更厲害的出來 好不好 OK 再次謝謝我們各國的朋友們 也謝謝所有的料理 謝謝